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Shane,没有错,大家可能都是看了这一集的标题,所以才点进来这部影片的 今天就来讲讲,没有关于什么事,以及这个频道到底接下来要关于什么事,OK,那就开始吧 首先那今天的话,我要来宣布就是这个频道要接下来要暂时停更 好,那这个决定呢,我们接下来会稍微等,稍微花一点时间的来稍微解释 然后会花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停更 第二个是停更的内,停更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会停止停更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为什么要停更开始 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全职YouTuber 那整体来讲,接下来三月四月,我都有非常多东西要做 我没有办法像我年初所订定一样,一个月每个月一根 所以这个决定就是我们接下来三月四月都会暂时停更 好,然后至于为什么就先不要问吧 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停更是什么 那在我的停更不代表说,我的平台就这样停止 好,反正如果我有时间我就会把一些我淡载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淡载的影片 那没有看过淡载影片的右上角资讯栏 那淡载影片的话,我如果有时间我还是会继续更新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 以及社群的网站我还是会继续开的,开启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在那边稍微聊聊天,那个投个票 对,那就这样 这就是停更的意思 最后第三个,什么时候会恢复停更 那我拍这部片是2月25日,那我的这个剪剪号上传大概是2月26日 星期一,那我预计什么时候会恢复停更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至少我觉得是四月底完之后 四月底完才会恢复更新 所以目前暂定就是4月底5月初这一段时间会恢复更新 恢复更新的那一天我再把这个 我会在社群说,然后再拍一部影片来跟大家说明 对,我回来了 目前的定日期是4月底到5月初 详细日子不知道会不会提前会不会延后,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就是成为一个都不知道的情况 就是4月底到5月初我会恢复停恢复每月一根 OK, good 好,那我们就 最后还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 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都是支持我 虽然我订阅人数不多 那只是跟大家说一声 我接下来不会发影片 对,不会发影片 不要退,不要退更 OK, good 不要退更 那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 下一部影片可能是5月4月 然后我可以大胆跟你们讲 下,这个 下一部 我附更的下一部影片是 巴黎奥运几分周期宇秋,OK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见 再说一次,我不是完全离开YouTube界 我还是会去社群网站看,社群网站看一下 好,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 我们就下次见罗,拜拜 那最后如果想知道我的什么时候会复根 大家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在这里,这里,这里 因为我的频道就会知道 所以就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复根咯 谢谢大家,拜拜